今天要來分享的是日清麥片 那這個抹茶口味是四款日清麥片中最熱銷的 不過今天這部影片就要告訴你 其實除了這一款麥片以外 其他三款麥片也很好吃喔 那我們就趕快來試吃吧 那第一款我們要試吃的就是它超食堂的苦茶麥片 它就是每次只要一補過道 就會被大家掃喝一補 而且推其他口味的時候 下面還是會留言說 因為它都慢抹茶很多時候 對 什麼時候會有這個這樣子 就是蝦子都很愛抹茶的感覺 它就是第一次給大家看 大家先讓大家看裡面有什麼 就是除了原本的抹茶麥片之外 那還有紅豆 然後草莓 跟栗子 對 那我們現在來幫大家試吃看看 好 所以你剛剛可以聽到 是我在咬的時候 有 超脆的 超脆的聲音 就是日清抹茶 日清的麥片都有個特點 就是它的麥片就是超級脆的 然後這款抹茶的抹茶會成這種 然後不會太甜不覺得 嗯 就因為這裡有人好像很擔心 就是前半分會太甜 對 我覺得這款抹茶是海潮的 因為抹茶會有一點點的苦味 然後再加上就是 剛做的有草莓跟紅豆 就是剛剛好會平衡掉它那個味道 對 我覺得如果你是抹茶的話 一定會不能吃 對 對 這款 那我們現在是小第二款 第二款 有它 大豆口味的麥片 那其實這款大豆呢 它總共有三種豆在裡面 裡面有青豆 然後黑豆 跟 它原本的黃豆 跟麥片子融在一起了 對 甜分很香 吃起來 其實它很香耶 就是有麥茶的味道 麥麥香的味道 對 然後 也不會太甜 就是 我覺得比剛剛那一款 再稍微甜一點點 因為剛才是抹茶 然後這款 就是 會稍微甜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 太膩了 那種味道 就是 吃起來還是很香 然後很順 對 感覺很健康 就覺得是喜歡豆類的人 對 所以一定要選這一款 那麥香很香 奢華 水果 蜂糖 麥片 對 那我們就打開來看看它到底有什麼奢華 好喔 看起來就超級奢華 超豐富的 超豐富的 就是它 這包裡面總共有 這款裡面有五種水果 有 草莓 然後 芒果 還有 鳳梨 跟 這邊是葡萄 四種 然後 還有 蘋果 蘋果在這 等我們一下 我們找他一些 蘋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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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真的是真的很熱菜吃料 然後我先來幫大家吃一下 其實剛剛一打開的時候 就有聞到超濃的蜂糖味 對 它吃下去呢也是濃濃的蜂糖味 很香 我覺得這款是剛才面�三款甜的裡面 最甜的一款 而且它又有水果,所以甜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你是喜歡吃甜食的朋友呢,應該會很喜歡這一款 那如果你覺得太甜的話,也可以自己加一些牛奶啊 或者是糖豆漿或者優格都很適合 可以品嘗掉它的甜味 好,那馬上是已經到我們最後一款了 它是馬鈴薯玉米,也是日清四款麵麵唯一款鹹的麥片 超酷的 它現在就打開來給大家看看 哇,玉米耶 它的顏色就是超可愛的 有玉米 然後還有 這邊有培根 它好像有培根,然後還有綠色的洞 然後還有馬鈴薯也在裡面 現在就來試試看 超像在吃玉米濃湯耶 玉米濃湯的麥片 它就是有點鹹,可是因為麥片本身還是有點甜 所以吃起來就是鹹甜甜甜的樣子 就是長過 就如果你沒有長過吃鹹的麥片,就是很建議可以試試看 對啊,如果有網友就會問說 鹹的麥片搭上牛奶會不會不太配啊 不知道耶 會不會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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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我覺得如果就是把牛奶奶加了 該不會不錯 就是很像在喝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 對啊 對 所以如果你早上就是出來很想要喝玉米濃湯的話 可以靠這款麥片 滿足暖食的鬼材 因為加牛奶這個不會很乖 就是很好吃 對 所以就是非常吃看看 超酷的 而且日清的麥片就是泡 泡在牛奶裡面,它就是還是很脆 對 對吧 嗯 就是泡酒也不會爛 對 泡酒也不會爛 好 好 那米濃湯就是我們在加熱心麥片的店上 四款麥片 對 希望大家之後可以不要再就是 自己吃多一點 對 好 可以不要吃另外三款 對 另外三款就是 各自有各自的 好吃的地方 對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拜拜